哈喽,各位封新闻的朋友,大家笑,不是笑啦,晚上,OK,各位朋友,晚上好,今天是3月23号,今天是星期四,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聊四个课题,四个课题,那么这四个课题呢,就是第一,是发生在14年前的赵明复命案,那么在昨天,因为内政部门, 部长有讲话,OK,那么这个事情在勾起大家的记忆,那么第二个呢,就跟大家来聊马家军,老马跟小马,那么老马跟小马现在是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地方,没有人要收他,问题是这两父子又很可爱,爸爸领导GTA,领导主门,儿子呢,就领导都是的,领导伯撞,那么GTA再加上伯撞,他们会不会去河来看风车呢? 不知道,等下来跟大家一起谈谈这个课题,那么就是第三者,进入宰戒业,今天呢,是罗兰的第一天宰戒业,那么在过去四个月就说,就说从去年11月开始,到现在3月23号, 那么过去这四个月期间,因为发生了第15届全国大选,所以这个整个局势,整个政局非常的不安,虽然政府已经成立了,但是种族跟宗教的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们,所以等下跟大家来谈谈, 进入宰戒业,会不会朝野双方,就是两边的穆斯林政党,马来政党都挂起免战牌,因为这个月份呢,是属于神圣的月份,是属于修养,属于修行的月份,到底会不会减少政治上的这个恶斗呢? 等下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么第四则呢,是跟大家来聊非常名声的,就是Touch and Go,那么我相信,住在吉隆坡的朋友对Touch and Go,对这个Smart Tech,或者对RFID,应该有很强烈的那种感觉,OK,有很强烈的感觉是,哇,为什么这Touch and Go,Touch又不能够Go,Smart Tech完全不Smart,RFID呢,就像移民国会议员嘲讽的,Reverse and Forward, Inshallah,Dapat,OK,就是在RFID前面,前后,前后,因为要让那个感应器来detect到我们的这个RFID,Reverse,Forward,Reverse,Forward,Inshallah,Dapat,Dapat,Lalu,OK,这个就是RFID的笑话,OK,好,那么今天我们来谈试者新闻,在开始之前呢,鼓励大家担心,还没有成为封人馆会员的朋友,还没有成为我们YouTube频道的会员呢,赶快成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持续, 最少10块钱,那么你就可以支持封新闻,支持原创内容,让有更多的动力,来制作内容,来跟大家来聊新闻,所以,期待大家加入成为封新闻的YouTube会员,可以成为我们的频道会员,每个月只需要最少10块钱,就搞定了, 希望今天能够有更多的朋友,今天成为我们的频道会员,OK,我们先来关心第一则新闻哦,OK,第一则新闻是赵明复的案件,赵明复罪楼案,赵明复的罪楼案,那么这里问问大家,大家对赵明复的罪楼案,还有印象吗, 还有这个强烈的感觉吗,如果有的话,就在留言区写有,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在留言区写没有,不管是有还是没有,那么也可以告诉我,你们对赵明复案件的这个,经历了14年,到底你们的感觉是怎样,是不是说他应该是时候要画上一个句号, 还是说不能,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够画上句号的,因为他是一个冤案,那么一些朋友认为说,不管怎样,接下来的生活,比之前的生活更加重要,再加上要考虑到赵明复的遗伤,就是叔叔会还有他的这个13岁的这个儿子,赵儿家,那么其实他们也不想要活在过去的那一种扣押的这种, 强烈的氛围当中,是不是说,接下来,对叔叔会,还有对赵儿家,对他们来说,更好的成长,是更加重要的,就赵明复的这个案件,是该如何处理,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来,赶快在留言区,把你的想法,OK,把你的想法告诉我,OK,这里就马上看到一个,留言了是, 林真妹讲说,不能句号,对,OK,好,那么除了,林真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些朋友,把你的想法,写出来,把你的想法告诉我,那么我也正经做一个统计,做一个意见的这个手机,看看大家对赵明复的这个命案,有什么样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不是跟14年前一样的这么强烈,OK, 好,我们来做一点的历史回顾,赵明复的这个案件,至今,他依然是个悬案,就是说,他还没有一个定案,到底赵明复坠楼,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尽管政府在之后设立了厌史亭,就是设立了Inquest,之后呢,更成立了最高阶的皇家委员会,皇家调查委员会,RCI,来调查赵明复的命案,那皇军委会是最高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皇军委员会的报告是提呈给国家元首的,当然,最终采取行动的是政府啦,但是他是以奉皇家之名来成立的,所以他的这个,那个调查委员当中,他有一个RCI,OK, Royal Commission of Empires, 那么,黄委员会有针对赵明复的这个命案,有进行调查,结论呢,就是赵明复不是被杀,但是,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到三位反汤汇的官员,SPRM的官员,以过度残酷的盘问方式,导致赵明复选择自杀,OK,这个是黄委员会的这个结论,那么当然,赵家他不接受黄委员会的看法,也不接受这个结论,并且, 坚称赵明复是被杀的,那么同时,律师公会也质疑黄委员会的结论,所以,这个黄委员会就算是成立的最高级的这个黄委员会,得出来的结果,也没有办法令赵家满意,那么赵家在之后呢,有入禀法庭,是入禀民事的法庭来起诉政府,之后的政府有赔比, 反正应该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整80多万,国际政府有赔,那么, 呃,这个东西,目前为止,依然它还没有一个定案,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悲剧,它到底是怎么,怎么样发生的,它是发生在2009年7月15号, 2009年7月15号,当时呢,是明年,当时是还没有西线,当时是明年,就是Pakatan Project,执政了雪兰儿,那么赵明复是以反弹会证人的身份,被传召到位于沙阿南的雪兰儿反弹会的办公室,进行调查,调查,选区破关, 当时,赵明复的身份呢,是雪兰儿州行政议员,欧阳汉华的助理,那么在各天校,就是被带进去,反弹会进行这个协助调查,之后各天校,赵明复的尸体就发现在, 在沙阿南反弹会办公楼的这个五楼的屋顶,OK,被发现在卧是在五楼的这个屋顶,那么当时初步怀疑呢,是最楼之时,那么这个课题,马上的就引起了非常多的广泛的这个报道, 那么在成立验诗庭的时候,我还记得赵家呢,就聘请了,来自泰国非常著名的法医,OK,非常著名的法医,叫做Pontim,Pontim呢是,也可以说是一名传奇性的女性啊, 她在泰国是非常著名的这个法医,因为她本身的这个头发,染到五颜六色,七彩的这个颜色,那么同时呢,她在20,应该是2002年还是03年,当发生南亚大海啸的时候,泰国的海滩死了很多人, 那么她呢,是其中一个负责进行检验尸体,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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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验名死者身份的其中一个著名的法医,所以在那个时候呢,Pontim是非常著名的, 然后赵家就把她请过来,OK,就把她请过来,然后在这个赵明复的案件上,进行法医,她是以专家证人的这个身份, 所以在那一个时候,我记得,这个,啊,厌尸体,厌尸体的结果呢,她是open verdict,所谓的open verdict呢,就是没有结论,OK,就是经过调查之后,厌尸体经过调查,调查,调查之后,发现没有办法做一个 verdict,没有办法做一个判决,就是open verdict,就是没有结果, 那么之后呢,就一直叮叮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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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那么来到2018年,来到2018年,西盟掌权了,OK,西盟掌权了,那么赵家就认为说,OK,现在是时候,能够回赵明复犯案,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内政部长是姆亦定,姆亦定就,就有说,OK,可以重新,可以重新调查,那么警方就,开始重新调查,但是调查三年的之后, 没有结果 那么他们把这个报告 呈给总检察署 那么总检察署说 资料不够 证据不够 又把这个报告谈回去 要求警方继续调查 那么为什么这个课题 这几天又成为焦点 是因为内政部长 现任的内政部长 塞福定了 说这样 他就指出警方会继续调查 但是警方会不会 重新传召证人呢 这名内政部长说 我不知道 因为调查是警方的职权 就交由警方来决定 那么在20号 就是在这个星期 星期一的时候 塞福定是在国会 以书面的方式 来回答行动党 老务区国会议员 周一辉的提问 那么当时周一辉是问说 这一个重新调查的结果是怎样 因为从2018年开始 当局就已经说 要对赵敏夫的案件 展开调查了 那么他问政府说 是否愿意根据行事法典的谋杀 或者是误杀来重新调查这个案件呢 那么部长的答案是 看一下 部长的答案是不会 因为部长之前他已经说了 在这之前 当时警方是以比较轻的 这一个非法禁锢的条案来调查 非法禁锢的条案就是 行政上的这个失误 行政上的这个疏忽来调查 但是如果你以谋杀 或者是以误杀来调查的话 那么他的方向是很不同的 那么调查出来的结果 嫌犯被控的时候呢 他所面对的刑法也不一样 所以当时警方说 他是以非法禁锢的角度来调查 那么赵敏夫也不满 认为说这个不是非法禁锢 这么简单 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一条人命 涉及到一名大好青年 准备要注册结婚 准备要等爸爸的一个大好青年 不能够以非法禁锢的这个条文 来进行调查 那么警方的说法 就是以非法禁锢的这种条文来调查 并没有以谋杀或者是误杀 所以这个事情目前的进展是这样 然后我们再看警方是在2020年2月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调查报告 要把这个调查报告提交给总检 总检查署 但是总检查署没有提供任何人 警方的报告已经完成了 交给AG AG没有提供任何人 反而要求警方说 你继续再调查吧 那么结果三年之后的今天 总检查署又重新要求警方进行调查 又重新再向证人录工 所以这个感觉上 它就是一个脱自觉 然后不断的循环 再循环 再循环那么三年三年又三年 那么到底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才有一个定案呢 或者才有一个真相呢 那么现在我本身的这种感觉就是 它没有办法获得 就算是有了这个调查结果 他依然没有办法获得各方的同各方的这个接收 所以这个是存在的一个问题 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满足各方 OK 因为赵家非常坚持说赵明福不是自杀 但是之前的包括黄委会的这个调查结果就指向说赵明福是因为压力 那么这个压力最根究竟是来自反弹会 因为反弹会的官员谈问的时候采取了非常激烈的方式 非常残酷的方式 似乎是要摧毁一个人抑制的这种方式 那么导致赵明福自杀 所以这个是当局的这个看法 那么赵家是完全不能够接受 因为各种迹象显示 他没有自杀的这个理由 也没有自杀的这个倾向 之前也没有说有这方面的这个倾向 那么一个大好几天怎么可能突然之间要跑去自杀呢 所以这一点是存在着很多的这个争议 然后在赵家起诉政府的时候 政府赔偿 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说 政府也承认他们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做得不好 那么当然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 反弹会有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改革的这个措施 比如说装更多的CCTV 因为在谈问赵明福期间 那个谈问室是没有CCTV的 所以接下来所有的反弹会的这个 谈问室都有CCTV 这是第一个改革 第一个这个改革 那么第二个改革呢 就是把所有的这些盘问的房间 都把它设在底楼或者是一楼 防止有人跳楼 OK 防止有人跳楼 所以这个是第二项的这个改革 那么这个事情对反弹会的印象 对对反弹会的形象冲击非常大非常大 因为想想去反弹会协助调查 原本反弹会应该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会闹出人命呢 那么闹出人命来说谁应该负责 是不是说那三名采取残酷盘问方式的官员应该要负责呢 那么之后好像有一名官员还不断的升值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4年了 这个东西它并不是4年 也不是10年 而是14年 这个东西它应该要赶快的去 去弥补这个伤害 尤其是对赵家的这个伤害 然后处理好之后就放下来 继续的向前走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能够再拖 要拖到什么时候 拖到另外一个14年吗 拖到赵尔家长大吗 还是拖到什么时候 所以这个对赵家来说 特别是对叔叔会来说 他是一个煎熬来的 包括对赵尔家 他也是一个煎熬来的 是一个我们不是当事人 我也不是当生 但是如果把放在他的那个位置的话 放在他遗伤的这个位置的话 或者是放在孩子的这个 孩子的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相信他们也不想这个事情 一直的被一直的被提及 然后没有办法继续迎接新的生活 我的这个看法可能并不是大家能够认识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课题上 可能我们应该要将心 应该要将心比心 应该要将心比心 然后对于反弹会来说 责任他必须要追究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OK 是哪一些观点 到底他们用了什么方式 是不是真的是摧毁某人的这个意志 还是摧毁他的这个自信心 还是采取什么样的这种方式 那么这个东西他不能够半天掉在那边 因为他已经已经半天掉在那边已经有14年了 就算成立了皇委会 皇委会有了报告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满足到满足到各方 那么再加上赵米富的这个选案他对社会有很深远的影响 他让民众对体制失去信心 而且也敲响了人民对这个体制暴力的这个警钟 所以体制暴力的就是在这个制度下所出现的这个暴力 那么由于他是制度下的这个暴力的 一些人就把它形容为这个是合法的暴力 就是掌权的人有执法权的人 他能够在这一个体制在这个框架之下 对民众施加暴力 OK 那么这个暴力是合法的 因为在他们的那个框架底下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民众担心的 但是对反弹会来说 他们会说不仅仅反弹会 包括对警方来说 经过这一连串的事情之后 他们有做出这个改善 那么反弹会必须要承担这个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就是警方 为什么警方的调查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写一份调查报告呢 那么这到底他问题出在哪里 还有另外一点呢 是当局就是警方要以哪一个条文来进行调查 用条文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以304谋杀的条文 那么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如果以302 如果以304 304是刑事杀害 302是谋杀 那么两个出来的结果是不同的 如果是以误杀 误杀罪名的话 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点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解决 没有办法解决 那么希望能够在政府的五年之内 五年之内就是团权政府能够在这五年之内 把这个课题画上一个句号 把这个篇章关上来 OK 然后让赵家 让赵敏夫的遗传继续新的生活 不然的话一直在这个泥沼之中 没有办法走出来 是非常辛苦的 OK Like Kim讲说 水落石出有可能吗 我觉得有可能 OK 有可能 那么这个可能性 它是建立在这个调查 具有公信力以及说服力 这里很重要 有公信力跟说服力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大家必须要以开放的这个心态 来看待调查的结果 OK 这一点 这两点重要 第一呢 就是调查委员会的成员 他必须要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很有公信力 那么如果还是有警方来进行调查的话呢 那么那个公信力会大打折扣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看法 那么我们我们来留意哦 从每一年赵明傅的这一个公计 刚开始的时候 预算跟预算有去 那么后来近这几年 预算都没有都没有出息 那么这个赵委家有出息过 有出息过几次 有出息过几次 那么近期都好像是好像是没有出息 那么想想 现在赵委家已经是13岁了 已经13岁进入中学了 那么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办法找到真相 所以对他来说是非常煎熬的 OK这个是我对赵明傅案件的这个看法 跟我自己的这个感受 因为我认识赵明傅 赵明傅之前是新冲日报的记者 那么在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前线采访 所以我们是有交情的 那么站在朋友的立场 希望真的 真心希望这个案件能够查出来有一个真相 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真相 大家要能够接受 然后继续向前迈进 我觉得接下来的生活才是最重要 那么接下来的时候才是最重要 那么对遗孙或者是对儿子来说 他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那么这个是这是我的看法 提到赵明傅案件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的这个沉重 OK好我们现在来换另外一个星期 我们来谈一谈马家军 好这个马家军在这里已经是溃不成军了 就是老马跟小马 他们在去年3月Rawful周选的时候 已经是输到要Poke it Low 然后去年11月全国大选的时候输到更惨 真的输到非常惨 输到连按规金都没有 那么真的是很难想象 身为两任的首相 班任了22年以及22个月的首相 竟然会在大选的时候 在自己的很高位的这个选区 会输到连按规金都没有 那么搞到那个赢的国盟的议员 都有一点不好意思 OK那么我记得这名赢 拿下朗高位的这个国会议员 他在国会讲的时候 都有一点点的这些的这个愧疚 他说我没有想到马哈迪会输到这么长 输到连按规金都没有 那他不是用输这个字了 他是很很有礼貌的 很文明的方式 很有礼貌的方式来表达他的那个看法 那个看法的意思呢就是 我没有想到我会赢 我也没有想到我会赢这么多 我更加没有想到 马哈迪会输到连按规金都被募收 OK那么现在老马他跟他的这个儿子跟小马 那分歧他分裂 OK他就离开了斗士党 然后自己加入 Ibrahim Ali成立的Butra 就是土权党 那么现在听说他要成为土权党的主席 要接手这个土权党 然后把土权党改名成为 Grakantana Aya 把他改名成GTA 这个到底什么时候会进行 不知道 不过这是老马的这个想法 那么只要Ibrahim Ali点多 是没有问题 那么对他来说 他把这个空壳 把这个空壳交给老马 那么 父亲话讲 你怎么变 你有72变的话 你就把它变成一个 很给错的东西出来 OK 这个是对Ibrahim Ali的 他本身的这个想法 那么如果真的是要改名 真的是要让老马来成为 土权党的主席的话 那么这个土权党就召开一个 特别大会 然后改名字 改当站 然后从Putra变成GTA 就这么简单 不过真正困难的就是 老马父子 马家军 老马跟小马 他还能够继续在政坛立足吗 这个政坛还有他的位置吗 那么现在马来政治 已经是非常拥挤的 OK我们有三大阵线 西蒙 国阵 跟国盟 那么现在国盟已经讲说 Putra你要进来 都没有你的份 拒绝你 但是国盟又还没有讲说 他到底会不会拒绝GTA OK 那么老马讲说 我之前有跟哈迪阿旺 经过面了 那么哈迪阿旺的感觉 好像是对GTA的加入 是友善的 未必同意 是友善的 但GTA的出现 其实就跟 Putra的这个路线 是非常一致的 那么既然这两个都不能够互补 而且是互相竞争的 那么从土团党的角度 从Putra的角度 他会要Putra 他会要GTA吗 应该是不会啦 因为你把他拉进来的话 你是分散掉你的票 OK 就是乌统 Putra Putra 跟GTA 他们都是围绕在同一块 就是马来民族主义的那一块 那么 乌党呢 就 那一块是比较不同的 就是 宗教的那一派 OK 宗教的那一派 那么其他四个 刚才提到四个马来政党 走的是 民族主义 马来民族主义 然后Pas走的是 宗教主义 所以 我们 我觉得 这个 这个Putra 就是国盟 他不会接受 主盟 OK 那么对国盟来说 Basato 现在已经是相当的 这个舒服了 那么他在这种舒服的环境底下 还要把Putra 拉进来 还要把GTA拉进来吗 可能性很低 所以他就拒绝了 拒绝了这个Putra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产生互补的效应 没有办法让国盟开拓更多的票源 对国盟来说 对Basato 对Basato 或者是对 这个Pas来说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能够赢得非马来人支持的政党 OK 这一点才是最重要 因为现在 非马来人 以及非穆斯林 对国盟的印象是非常的糟糕 非常的这个糟糕 那么如果有哪一个政党 或者是哪一个团体 哪一个单位 能够说 OK 好 我能够拿到10%的非马来选票 那么我相信 我们是打开大门 铺买红地毯给你 把你迎接过来 原本这个角色呢 是民政党要办的 但是民政党 也是输到要PoElo OK 也没有办法 好好的 发挥 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国盟要希望民政党来争取 非马来人 非穆斯林的选票的话 很难 不容易 OK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盟就只能够靠自己了 所以他靠自己了 自己的话 他就靠土团的底下的这一个 就是附属党员 希望这些附属党员 能够想办法改变 非马来人 来变非穆斯林 对国盟 对伊党 对土团党的负面影响 这个是非常艰难的工作 这个是土团党 土团党本身有 非穆斯林 或者是非土族的 臂板 OK 那么在伊党方面呢 伊党方面 他在80年代的时候 就已经有伊党支持者大会党 Dewan Himbunan Benyokong Bas DHPP OK 那么现在DHPP的主席是一名印度人 他也是上议员 这一点呢 伊党就相当smart 那就把一个上议员的孤岛给了他的 伊党支持者大会党俱乐部的这个主席 DHPP的主席 然后呢就告诉大家说 伊党呢其实并不是这么极端的 你看我们把一个上议员的孤岛给了一名 非马来人 给了一名印度人 证明我们是包容的 我们是开放 我们是开明的 我们是中庸的 那问题是 大家非穆斯林 以及非马来人 并不是这样来看 OK 那么从领袖 你伊党领袖的这个言论 以及你执政州属所进行的这个政策 来看说 你就是越来越保守 甚至越来越排他 越来越 越来越这个exclusive exclusive to certain people 而不是inclusive OK 没有inclusive 而是exclusive 所以这一点对伊党来说 是扣分扣分扣分的 OK 是扣分的 OK 讲到伊党有点远了 我们回到来 Berjuan跟GTA 那么 我觉得对老马来说 98岁够了 OK 他要尝试的东西都已经尝试完了 难道他还想要互封换 还要再被公开修 第二次吗 那么去年11月的选举 对老马来说是已经是很难看 是很明显的在修他了 但是老马他是有那种fighting cock的精神 OK 攻势的精神 攻击的精神 就是有不认输 你越看不起我 我就要越做给你看 要让你大掉眼镜 OK 要让你说 哎呀 我看错了 老马 OK 那么老马是有这种 不认输 不低头 不妥协 不让步的这个精神 那么他觉得国盟现在是最适合我 那么如果国盟不要我的话 我要找谁 这个的老马还没有讲 OK 他可能会结合NGO的这个力量 可以结合其他 马来NGO的力量 然后把这个统一战线做得更加大 统一战线做得更加大 但是小党小派 小党小联盟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政治环境当中 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因为我们的议会民主制度 就是first past the post OK 领先者优先 领先者当选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就算你赢对方一张多数票 你就赢得了那个议席 我们不是比例代表值 那么如果是比例代表值的话 这些小党就有生存的空间 就是说你就算拿不到议席 但是你有了特定数额的选票 那么国会就会有一个特别的议员给你 就是非选区议员 或者是在台湾有一个词叫做 非选区立委 我不太记得了 那个词 那么就是说任何参选的政党 会提前准备一份名单说 OK 如果我的这个选票超过若干%的话 A军是第一个单 一元 第一个单 接下来是B军 接下来是C军 接下来是D军 然后照排下去 那么如果你的票的这个比例越高的话 你能够换回来的议员人数就越多 这个就是非选区议员 OK 非选区议员 那么马来西亚没有这种制度啊 马来西亚依然是first pass的post 所以这个制度呢是对小党非常不利的 但是对于好排的政党来说 他们已经有了这个品牌的知名度 所以对他来说 这种是很容易生存的 没有难度 如果要让小党生存的话 不仅仅是Bundrum 不仅仅是GTA 还包括其他比如说有绿党啊 或者是为特定议题而奋斗的这些政党 他们呢就能够有生存的空间 那么再加上 如果这一个选区拨款变得更加公平的话 OK 变得更加公平的话 那么所有的议员都能够获得拨款 那么整个情况就会不同了 小党就有更多的生存条件跟生存本领了 OK 生存能力也已经有了 那问题现在不是啊 选区划分不够 那么小党很难胜出 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马来西亚我们的选举制度还没有改革 所以我们没有所谓的这个比喻代表制 没有 所以对斗士党对主盟来说 他们算是进入倒数的尾声了 OK 那么如果我们不跟他们一起玩的话 那么对Bundrum对GTA来说 他们没有办法能够赢得马来选民的这个支持 除非他们拨什么 拨你国阵大乱 巫统分裂 在阿弥陆地做监控制度还没有办法能够赢得马来选民的这种情况 接下来就拨你西门分裂 都没有发生 所以他不太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更有可能的呢 更有可能的就是斗士党跟主门走入历史 这个我觉得可能性是最高的 可能性是最高的 OK 好 那么我们讲完了斗士党被拒绝加入国门 那么对斗士党来说 他的生存已经亮了红灯 低低低低 如果再不做出这个调整的话 他真的会泡沫化 OK 他会泡沫化 OK 好 那么我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 我还是想要问大家对赵敏复的这个案件 有什么样的这个关注点 OK 除了Like him 除了这个 哦对 主要还是Like him有提出来的 OK 我看一下 我看到 OK Kim Hai说 老而不修还以为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现在可说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我现在你讲的应该就是老马吧 老马 老马他是fighting god来的 OK 他的斗志非常旺盛 老马可以放一旁 就让他静静的在那边做他想要做的这个事情 总之是没有太多人去理会他了 他就觉得说你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你还出来赶赶赶赶 会有这种感觉的 OK 好我们来看第三题就是今天呢是在解约的第一天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祥和社会的这个宁静跟平静 那么偏偏呢在过去四个月啊这个我也我看我也是讲了很多轮了不懂要讲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达到各族的这个融洽的一起生活 然后我们的情绪不会被不会轻易的受到种族跟宗教的议题散动 那么在过去四个月我们看到有太多的种族跟宗教议题了 而且这些议题原本它就不应该成为议题 OK原本它就不应该是个议题 但是经过特定人士不负责任的人士 吵啊吵啊吵啊一直在那边 那么结果变成了一个大新闻 而且这个情况呢 就是目前从今年11月到现在的那个情况呢 我觉得比2018年当希盟执政的时候 其实来得还要雄一下 OK在那个时候 虽然他们有办群众集会 一定要反对埃瑟 同时也反对Rome Statute OK罗马归约 所以他们就办了游行集会 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有其他的这个案件 让西部政府 让西部政府感觉到疲于应付 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处理 因为在那个时候 三五不时就有当时的反对党 所以当时的反对党就是伊党跟的这个公正党 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 他们成立了Mofakad National 他们就轮流向政府开报 一下子说挂灯笼的这个补种学校 在弄那些挂灯笼的这个事情 那么接下来就还有其他罗马归约 然后埃瑟 还有消诊员 的这个趋势案件 还有很多其他的就不断的这个炒作 这个是在2008年西部长卷的时候 那么现在来到2023年 情况也没有好太多 只不过角色对调了 那么之前参与批评政府的其中一个政党 就叫做巫统 现在他们成为了执政了 他们成为了被攻击的一方 我想巫统 那个时候巫统是全面执政了 2018年之前巫统是全面执政的 他可以完全不去理 完全不去理外的怎么看他 包括他也完全可以不去 不去 不去 不去管 不去管心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 并不是 并不是他要有心关注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OK 现在的情况是他们要开始关心了 好 OK 我们要开始关心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一个再业业 回到再业业这边 希望再业业是一个神圣的月份 然后在这个月份当中 各个穆斯林的政客 能够把政治的斗争 权力的斗争放在一旁 不要不要去碰他 因为在这个神圣的月份当中 其实穆斯林他们相信一点的 他们相信一点的就是 如果你在灾约期间 你祈祷的话 你会得到双倍的福报 双倍的拔拉 OK 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你看坏事 比如说你讲骗话 你犯规的话 你会得到的这个惩罚 你的这个斗舍 你的这个罪行 也是爽倍的 所以为什么在这一期间 政治活动是很少 当然一个原因是因为 早上到从太阳起来 到太阳下山 这段期间必须要风宅 就是要进食 不能够吃 OK 在这段期间 要宅借 然后等太阳下山之后 才来开灾 才来不搞不阿萨 OK 不然早上到半晚的时候 是要风宅的 OK 要风宅的 那么由于风宅 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力气 来搞 全都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段神圣的月份期间呢 应该要把自己 交给圣餐 OK 就全力的祈祷 然后努力的做善事 努力的积极的帮助 有需要的人 偏偏我们过去四个月 发生太多种族跟宗教的事情了 比如说最新的是什么 最新的是 泰国猛男团 OK 那么泰国猛男团 那么更早一点点的是什么 是什么case 是Zoomziara OK Zoomziara我们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有提到了 这里就不重复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的话 就可以看回 风宅文的进化编 小编有把它剪出来 OK 小编把它剪出来 OK 好 回到来这个 再借月的这一个月 我相信它应该会比较少的政治权的话 它还是会有 只不过它没有缝上台面 OK 因为在神社的月份 这么多小动作 这么多动作的话 那么其实穆斯林也会觉得 有点 会觉得有点反感 就是说 你不尊重这个神圣的灾结月 那么在这段期间 还进行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 政治上的这个 动作 或者是出现 我们讲的 有阴险的这个招数 那么你有阴险招数的话 那么其实 你是属于有罪孽的 那么你在灾结月期间 放出你的罪孽是爽背的 OK 罪孽是爽背的 所以希望在过了这个 在罪孽之后 我们的政治氛围能够更加的缓和 OK 更加的缓和 就不要再像现在 每一个小时 都被放大 都被炒作 炒作了之后 就向政府施压 中央就是一个很经典 非常经典的例子 那么这个 属于impact 马来西亚的这个计划 早些就已经是存在了 那么为什么现在才 才成为大家的这个焦点呢 是不是有人炒作 还是真的因为 穆斯林进入基督教堂 那么穆斯林进入基督教堂 持反对意见的是 少数 我觉得 给我们这方面的数据 这是我自己的这个 我自己的这个观察 他是少数 更多的这些穆斯林 我相信他们是理性的 他们理性 他们知道 马来西亚就是一个多元种族 多元社会 多元宗教的这个国家 所以各族之间 应该要和乐融融的一起生活 那么我们就看 萨拉越到底他是怎么做到的 起码也能够做到 不过时间可能要更长 时间可能要更长 所以这个是 这个怎么说 这个是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观察 我的观察 OK 那么这里 稍作休息一下 OK 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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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说可能吗 你指的可能吗 是什么 是政治 休战吗 还是指哪一方面 OK YK 让我知道你的这个问题吧 OK 好 我们来看 最后一道议题 这个是非常名声的 这个呢 也想提一提 收集一下 你们对Touch and Go的这个意见 跟这个老师到底有多少 哇 这个Touch and Go Touch了 第一是Touch了不会Go 然后Smart Tech是完全不Smart的 RFID呢 就是Reverse Forward Reverse Forward Inshallah 这个东西 一触即通 那么我们先讲一些 讲讲他的这个背景 这个 我觉得我可以给他取一个 当我准备资料的时候 就可以取一个这个名字 就是不通的一触即通 不精明的精明卡 讲的就是Smart Tech 说的呢 就是Touch and Go 那么Touch and Go 垄断也不是今天才发生 或者是去年才发生的事情 它已经是存在了这个20 差不多20年的这个时间 那么Touch and Go 它是垄断市场的 OK 那么为什么这东西会成为焦点呢 就是因为在上个礼拜天 会安好出席一场跟年轻人的对话会 那么就有出席者就提出说 政府你会不会探讨 他选过的这个市场垄断的这个事情 那service又不好 那么原本你垄断之后 你应该会赚很多钱 会提升你的这个设备 提升客户的user experience 这些东西都应该要做的 但是他选过 没有做到 所以安博才会告诉 这名提问的青年说 我觉得你是对的 政府需要重新探讨这个问题的重新探讨 他选过不要让他再垄断 那么针对这点呢 我看了 我准备了这个我们来看 其实这则新闻 他选过 以及这个 佼佼过路费的这个课题 其实是相当受到全马的民众反注的 并不只是华人社会 或者是特定群体 比如说这个新州日报 新州日报昨天呢 他的封面就是这个 可以让大家看到 扣账卡跟这个信用卡可付过路费 这是新州日报的昨天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Britaharien Britaharien 看到吗 Britaharien Monopoly Touch and Go Britaharien Monopoly Touch and Go 这个呢他是结合了消费团体 消费人士跟一些意见领袖 他们对他选过的这个看法 那么有时讲到这个 还是要觉得说 他选过真的是张罗 张罗的 你垄断市场二十 差不多二十年的 但是你的服务还是一样的这么烂 那么成绩没有办法令人民说服 你原本垄断的你就要好好做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你做到这样糟糕 那么其实对于居住在 龙血地区的民众来说 我们的生活呢 都被这一些收费账包围 有些地方 你一出门你就要给多 你回来 你也要给多 还有你进入基隆坡市区 你要给多 你为了要节省时间 避开塞车 你也要给多 那么有些说 你给多出来还是塞车 那么这个安华 他在回答青年的这个提问的时候就说 这个政府需要检讨这个问题 礼拜天 那么很快的就有这个新闻出来了 那么同样的 当安华给出这个signal 说政府会 他不是对付 不要不会 他不是对付 他只是让更多新的商家 新的玩家进入这一块 OK 进入这一块 然后让民众更加分别 你可以用credit card 你可以用debit card 来付过路费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是吃了十多年了的 早不早就应该这样做了的 因为这个被垄断的旧款 旧battern的这个付费系统真的是非常折磨 非常折磨 在这个touch and go 他在市场上已经有差不多运行了20年 他当初的目的呢 就是要取代收银员 取代这些casual 因为casual的这个动作慢 OK 有了touch and go 就是静止脚上touch了go OK 这一个呢 会比较快 这个会比较快 但是我们对比其实我们的邻国新加坡 好早呢 就已经采用了这种扫描收费的方式 就是你经过这扫描器的话就自动扣钱 那么这东西其实不难执行的 真的不难执行的 只是政府的说法就是说 OK 我们可以规定行车 以这种方式 就是扫描你的车牌 就知道你的这个 车有什么资料 然后你有没有欠罚单之类的 那么其实这个scanning就过的技术 它不是新的 OK 只不过当这些商家提成给交通部的时候 交通部有所保留 第一呢 交通部说新的车是没问题 新的车你要这个install这个功能的话 电子车牌的话没有问题 但是马来西亚有很多旧车 那么这旧车如果要让他们重新再安装 或者是重新使用这个电子车牌的话 对他们来说是一笔收入 OK 是一笔收入 所以这东西就不了了之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电子收费 之前呢是他选过垄断 那么现在根据Alexander Nantalingi的说法 就是9月就可以落实 OK 9月就可以落实 那么根据最新的今天傍晚的时候看到的 看到的这个新闻呢 就是三个部门会一起来处理这个课题 那么这三个部门呢就是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门 工程部还有交通部就一起来讨论如何有效的执行这个他选过之外的电子付费系统 那么我们看到许多的这个国家 或者是我们从电影上就可以看到很多现金的国家已经拆除了必须停车付费 或者是慢慢的扫描的这个环节了 比如说邻国新加坡那么还有韩国日本等等 都是采取汽车无需慢下来就能够获得感应器的感应 然后从我们的皮包中扣钱 OK 或者是从系统中从一个电子钱包中扣钱 那么你一过的话那个栏杆就是那条巴会自动打开 所以这些技术上是做得到的 技术它没有什么技术的这个难度 技术的罕见是很低很低的 但是我们连Touch & Go Smart Tech跟RFID都搞不好 我真的是讲出去还真的是有点不好意思 真的是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Touch & Go Smart Tech跟RFID 是必须要尽快解决的 如果政府要稳住城市人的支持率的话 这个东西它必须要好好的处理 因为城市人大部分的城市人都是开车一组 家里有车有些甚至有两辆车 那么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 像RFID Reverse Forward 民众的怨气会发泄在你的身上 那么到时你就会知道 你就知道那个味道了 那么我们来看 在Highway的这个首飞站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这个 战牌很奇怪的 一个是Touch & Go 一个是Smart Tech 一个是RFID 每一个进口都是分开的 当然有一些是Touch & Go跟这个Smart Tech 有一些是Smart Tech跟这个RFID 那么问题是你有这三个汽车经过的时候 同样没有快到哪里去 因为这个它分开的时候 分开这么多的这个战口 战口的时候 它会引起一个混淆的一个情况 OK 那么比如说你Touch & Go 你经过你滴的时候 发现没有钱 那么后面的车就越来越多 就越来越多 那么导致整条首飞站 那一条链就塞车了 那么还有Smart Tech 同时也是这样 滴滴滴滴不到的 那么我自己Smart Tech的这个 我自己使用的经验呢 就是我没有放在车内 我每次要到的时候 就把镜子搅就把镜子搅下来 然后拿我的这个Smart Tech 然后放在车 放在窗口那边旁边 就是镜子搅下来之后 手伸出去 手这样伸出去 放在那边 手伸出去 放在那边 然后让System Light 之后呢 手又再放回来 那么原本应该这样的 Smart Tech就是应该是 粘在那边 粘在车厅那边 挖的时候滴滴 那个栏杆就开 那么问题是很多次 放在前面那边 它detect不到 OK 不是我的电子 它是detect不到 OK 那么detect不到的话 去到前面 滴滴 不然的话 远远 看到了的话 就手伸出去 把这个Smart Tech放在那边 然后直到它通过之后 就再重新收回来 我不晓得说 有没有朋友是像我这样 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这样 OK 我自己就是这样 OK 好 OK YKLONG是讲说政治休战有可能吗 在结业期间我觉得有可能是休战的 但是在结业一过之后 那个 Raya Punya Time 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合纵连横 就是谁跟谁做朋友 谁跟谁又翻脸 OK 然后谁谁谁又要炒作什么样的这个议题 所以4月中的时候 所以4月中的时候整个情况又会热闹起来 那么现在在结业应该大家都会非常的克制 OK 非常的克制 OK YK YKLONG讲说每天过冰城大脚也是用Touch Ingo来服务 每天过的话其实应该要去买那一个最新的叫做RFID 现在有些时候我觉得我记忆人民的这个能力已经衰退了 OK RFID RFD应该是更快啊 他选过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快 OK 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希望政府能够有一套的这个系统能够让其他的玩家一起进来 不要让Touch Ingo一脚断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电子钱包 其实Touch Ingo是最有条件成为第一个设立电子钱包 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用户啊 很多的这个用户只要他们登记的话呢 就能够获得很多的这些贴答 有很多的这些数据 但是还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他选过在电子钱包上输给了 不输给了其他 那么直到菜鸟 直到阿里巴巴的菜鸟进来之后才看到 他选过以我的电子钱包有了新的面貌 真的是要有竞争 如果没有竞争的话就会退步 如果不是因为有其他的公司的电子钱包 那么我相信Touch Ingo也不会这么快有他自己本身的电子钱包 这个是有竞争才有进步 希望有了这个付费之后 新的这个电子付费之后 那么Touch Ingo会紧张 然后改善他们的这个服务 那么才能够真正造福到民众 OK 这个是我的这个看法 好 OK 我看我今天的四题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然后我这里看看大家的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 我看看我Facebook我Facebook方面的这个留言 那么听一听我今天特别选赵米福的这个案件 是想要让大家重新关注起这个案件 不要让他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 OK 这个被淡忘的话 其实是很 很被负责任的 OK 在这个课题上 它涉及到一名大好青年的生命 必须要有人来负责 OK 必须要有人来负责 这是我的很深的这种感 很深的这种感触吧 就像刚才有提到的 我认识赵米福 赵米福是我的朋友 OK 好 那么老马和马家军 马家军应该要跟马家军讲说 sayonara OK 你已经完成你的历史任务了 告一段落吧 一出即动 赶快的开放 让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市场 那么才能够看到它的变化 因为有些人太 有些公司 不是人 有些公司太过舒服了 OK 在那边太过舒服 所以不会想到需要改变 OK 不会想到需要改变 OK 好 那么我看今天的这个 各个语文的不同的这个新闻 看看他们报道的角度 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比如说他这两个就是最好的这个 最好的这个对比 同一天的同一天的这个哎 哎呀 开错了 同一天的报纸 但是不同的主题 这个呢 是讲过路费 OK 设章 哎 设章感 这个呢 就是讲说 呃 奔下摩托玻璃 那么其实 呃 不同的报纸有很多的这些精彩的内容 只不过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全情投入的去做 因为我还有日常的这个工作 希望能够更加全情投入的去做 然后需要你们的支持 成为YouTube的会员 每月只需要10块钱而已 那么我相信10块钱是一层饭的这个价格 也可能吃不到一层饭了 如果是这个呃 加杯水的话 那么如果你没有浇水的话 你可能你会被拍照被泡上啊 就比如说在冰城发生的这个成都咖啡店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有关注到 哦 OK 好 你应该有关注到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啊 另外一个通知呢 就是啊 我这个星期六开始 我会去这本两个星期 所以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呢 将会暂停封新闻 OK 封新闻将会暂停两个礼拜 那么等我从日本回来之后 再重新跟大家一起来关注 这个大小事情 关心时事 关心政治 所以这两个礼拜呢 我就不在马来西亚 那么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那么接下来这两个星期 希望能够风平浪静了 因为在借业嘛 在借业 大家都是挂上免赞牌 就不适合举行太多的这个攻击 对吧 尤其是这些马来政治人物 就不攻击他 不攻击对方 就专心的祈祷 因为你在这段期间你祈祷的话呢 你就会获得双倍的巴哈拉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你干坏事 你心存歪念的话 你的斗色呢 你的罪恶是双倍的 你的巴哈拉双倍 你的福报双倍 你做坏事 你的斗色也是双倍 OK 我这里看到了一个新的neo member OK 他的名字是 西达 西达逊 OK 希望没有读错你的名字吧 西达逊 因为我老婆又加身 老婆又加身了 你这样来看哦 哇 假的 OK 西达逊 OK 谢谢你的加入 那么还没有加入封新闻的 还没有成为封新闻YouTube频道 这个封人馆YouTube频道的话 你赶快每个月只需要10块钱罢了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 好 那么 两个星期之后 我们再见吧 OK 拜拜